你對2023感到期待嗎 我還好 你對親改動畫感到興奮嗎 看作品 好巧不巧 在送走了堪稱史上最話題的10月新翻後 我們也將迎來最寒冷冬日的1月新翻 就好像是高潮後的脫離感 或者說是閒著時間吧 再來拉出的一坨 成為輕小說霸的親改 將考驗各位奮禮挑盡的實力 呀哈囉我是次郎 AKA定時會幫你介紹新翻資訊的 斜槓ACG收集宅 然後讓整個每集新翻開播前 會有翻前讀奶的直播節目 新翻尬聊 改進新翻介紹的新翻資訊 以及如果沒有意外有工商有時間就會做的新翻 如果覺得這些資訊有幫助 除了訂閱分享之外 有先前餘禮 想照理讓次郎還文房貸的 歡迎每個月下載75元加入會員 當然超級感謝也是沒有問題的 DC群加起來方便不漏掉最新通知 本期外 截止時間為12月24日 共將介紹60部 數量上與實際上有些差異 但影響不大 這件是新翻有史以來最多輕改的遺跡 如果加上繼續放送的影之強者 有多達24部 其中更是超過半數 共18部是出生於成為小說家吧 哇這真的是見證歷史啊 跟梅西終於舉起大力神杯一樣 畫面太美了 至於是哪18部呢 都放在畫面上 再次聲明 不是小說家出生 就都是冊子 這些能出版成冊 都是有一定水準的 單純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外加製作組差異罷了 下面讓我們來好好介紹介紹 首先是已經開播的部分 12月4日 虛擬男團 衍生泡麵番 草莓王子 Here we go 人氣的娛樂單元 Sutaburi首次的電視冠名番劇綜藝節目 實況主的衍生泡麵番Kiyo貓2020年最受歡迎的遊戲實況主排名 Top1YouTuber Kiyo推出的吉祥物Kiyo貓的衍生動畫畫作品 漫改泡麵番 我與機器子 怪異機器女僕與小學生主人之間的搞笑喜劇故事 12月9日 先行配型的Short Time 唱歌的大姐姐想要做Two 少先的灰心色作品續作 還可以繼續射 12月16日 Ruban Zero 講述成為世紀大道前13歲的少年Ruban的原創故事 DMTV網路放送全6話 接著來看的是1月續作動畫部分 因為量不少 只挑幾個想講的 其他就念菜名了 1月4日 閒音的香細的一色 身為金粉的我呢 卻是唯一一部 連看都沒有看過 都能有二期的了 是想要替Free找接班人嗎 要不考慮回去與腳川重修就好啊 啊不 他們明年還有上第一了 那沒事了 1月7日 魔王學院的不是忍者第二期 燒了搭秧歌的魔王 還能在義舞嗎 人家老婆都原諒了 就你們委員會不能 男的不壞 女的不愛 少了王霸之欺的阿諾斯 嘗起來味道都變了 同日的東京復仇者第二期 也是一樣 尖仔從原本的搭秧歌 換上了福西聖也 我同樣認為 少了八家角龍龍之欺的尖仔 影響勝劇 加上後期收尾戰佛兩論 實在不是特別的看好 1月9日 時隔四年的海盜戰機 第二期動畫 霸權社首選 接盤夥伴MAPA 喔不 這次竟然是 原成元聰霸權社 以及再次相會 當然那對於局外人 肯定看到MAPA 就是先嘴一輪 就看這波能不能超越四年前的自己 再創MAPA的榮光 1月11日 怕痛的我 把防禦點滿就對了 第二期 專業的撤紙包裝師 營煉 誰與真風 清百合配讓人想放棄思考的網游 簡直是流量密碼 比起前面的魔王宣 掛著總監督 實際試試看田村正文發揮的 怕痛2的 扎扎實實就是掛著監督大早心 有大早心 好安心 而且 刻意避開了10月 強強聯手 選在了今年1月 本季又有多大23部的 輕改功觀眾 獲筆三家 加上從事前宣傳與廣網設計 喪心程度 肉眼可見 簡直是 How To Lose 除此之外 還有這一些續作 真人劇比動畫更好看的 擊倒主夫第二集 不知道腳穿葫蘆裡賣什麼樣的 文豪也選第四期 絕細還在說出 在第二層巡舟是否搞錯了什麼 第四期的聲張惡災篇 還有一位超好評的 不要欺負我 昌敬同學第二期 為了鬼頭能繼續追的 虛狗推理第二期 這也能有續作的 眾生眷顧的男人第二期 那可真的是被神眷顧啊 怪獸的形象 衍生動畫 怪獸檔案第二期 日日迷必追的配飯好夥伴 吸血鬼馬上死第二期 Default敵決第二期 真進化果實 不知不覺踏上勝利的人生 魔術師歐飛第三期 終末的女武神第二期 Part 1 王妃一次1月26日放出前十話 哼哼 好 接著 我們來看 星座動畫的原創動畫部門 今年原創不是弱到爆 就是一臉看上去會爆死的那種 1月4日 Tech NoRate Overmind 來恭喜你 上松泛康 我怎麼記得你之前與A1A爹的視覺監獄雷聲小 余電也小 吸血鬼都弄不好了 你覺得給動畫官方搞個家鄉未來的音樂團體的人際演出比較有戲嗎 1月5日 復仇者 時隔十年再次擔任TV動畫原案編劇 勝敗全靠一己之人定奪的 徐彥璇超刀的黑暗英雄動作10G的原創動畫 看看那泡泡 老須 你果然是真的來復仇的對吧 1月6日 Body Daddy's Daddy Pied PA是已經完全放飛自我了是嗎 整個像是間諜八家角混的Tiger Bunny在餐點Liquorice的大雜匯啊 看看要找來哪位監督 全景一隻 啊 原來是想玩明星三缺一啊 PA 實境實境 1月6日 阿爾斯的巨獸 DMM加代工大廠 SHE PRODUCTION SF老手海法激光超刀劇本 巨獸蔓延的世界為舞台 人設看上去濃濃的麥克拉巴克斯味真不愧是清水羊 SHE PRODUCTION 以往獨立製作好像沒有半個大火大熱 先放觀察名單 1月7日 UNI UP SONY與話題霸權公司 Club Ross的偶像多媒體TV動畫 不得不誇誇 妹子的人設種族間 MAZERO 有多懂女人的姓癖啊 從Makurus Delta 再到Nananichi 男俊女俏 角色設計可真是妥妥的一級棒 連我這種大直男看了都有點害騷啊 次郎認為目標至少要做到萬代的IDOLIC7等級才夠火啊 不然市場上這種都是彈花一線居多啊 不過表面上看上去 至少比前面那部有戲多啊 1月7日 HICARD KATOKAWA 薩美與TMS娛樂共同推出的以撲克為主題的跨媒體企劃 原案是TMS與狂毒資源的何本燕與無野光共同覆責 圍繞卡片所展開的一場秘密結社與黑手黨家族以及敵對組織的卡牌爭奪戰 光之美少女廣闊天空啊 光美系列的第二十彈星座啊 我的天啊 再來是漫改動畫部分 1月4日 冰屬性的男子與無表情女子 看這視覺圖配上現實寒烈的冬日氣溫啊 要多冰感就有多冰感 男主一情緒激動就上演暴風雪 就好比女性作家把自己看見帥哥時內心波濤洶游的情境巨線畫似的 人帥真好 人醜看對方如何直接冷藏你啊 1月4日啊 小知識女孩啦 打扮像男人的姑娘的2015年戀愛漫畫竟然動畫化 作品呢 算有戀愛又有喜劇成分啊 放眼2022多少也算是有符合潮流啊 仔細去查呢 作品是由CR主導啊 For歐美市場才挖出來的事吧 真地PP看上去啊 很努力在輸出啊 但放眼歷屆的Laduce的作品呢 大概動畫品質就那樣子了 1月5日啊 不當歐美將啦 沉迷瑟瑟遊戲的尼特老哥慘遭妹妹毒手 一覺醒來變成了歐美將啦 Studio by 何等公司誰不知道呢 無轉身的分鏡演出藤井聖舞與作畫監督金純亮充人本作要職啊 看皮皮納蘆斯般順滑的表情動作變化 炸魚 是炸魚啊 有看過殺雞用青龍演樂刀的嗎 就插原作啊 不是方文社不然直接貨班孤獨搖滾繼承人都不為過啊 一月必追的性轉喜劇啊 1月6日啊 洪秀四哥 日生還在輸出啊 快把鏡頭轉到聲優表 哦 是真的如之前所言 直到2023年3月31日人目的都還在企劃中啊 登在啦啦的最後一舞啊 粉絲千萬要把握啊 1月6日啊 無意間變成了狗 被喜歡的女生撿回家啊 醒來後呢變成狗的男主呢 發現心儀對象就在眼前啊 還發現了本是冰山美人的他呢 超愛狗的啊 這讓我想起好早期的一部啊 狗與剪刀必有用啊 不過相較又塞入奇幻要素的狗剪呢 生而為狗的本作呢 非常理解啊 自己想做什麼啊 主打一首呢 第一人稱VR視角的新感覺戀愛喜劇啊 對一隻狗狗毫無防備是很正常的對吧 各種呢 低角度欣賞的福利服務啊 只要做得好啊 還是相當令人期待 1月7日啊 槍神Stampied 繼1998年由Modelhouse製作的超經典的舊版啊 槍神Trigon後呢 再次由3D的好手橘子公司啊 擔任星座製作 結果消息來看啊 似乎時間軸是比舊座更往前啊 某種程度來說呢 或許算是原創的故事 PV打鬥流暢啊 人物表情啊 十分的豐富 對於像寶石之國這樣全3D風格不排斥啊 都推薦可以嘗試看看 1月8日啊 潤若者之夜啊 視覺圖一臉 低顏值版的魔法史的新娘啊 日本版的美女與野獸啊 查查漫畫啊 76畫 強制完結啊 腰斬作品都能有動畫畫啊 有沒有考慮一下這個魔法靈彈啊 動畫公司的Veproduction呢 可是一手創造神之異世界動畫的手機俠偉人啊 時隔5年再次獨立製作啊 確定沒有問題嗎 1月8日啊 萬事屋 再騰先生轉身異世界啊 男主呢 靠著十八般無異啊 再轉身到的異世界 與一群個性鮮明的夥伴一起冒險挑戰迷宮 看似不起眼的技能呢 卻被他人所需要啊 再騰先生表示 過得比原本世界充實啊 難怪人人都像亡藝世界啊 1月8日啊 再得一勝啊 畫風非常不主流的女子柔道部的青春少女慢改動畫 劇情啊 完全沒有戀愛元素啊 我覺得一點都不青春啊 去問過男校都知道啊 根本就只有汗水臭味跟肉體接觸而已 1月9日啊 霧雨啊 第一眼可能以為是啥霧雨系列啊 任何屁毛關係都沒有啊 作品呢 為驅魔像的和風奇幻的少年慢改動畫 以人與副上神之間的情感糾葛作為主題啊 台灣動力翻譯呢 叫物之鼓舞奇攤啊 綜合世界圖整個就像是巨人的A臉拿著鼓舞的咒術為戰啊 1月9日啊 妖幻三重作 我青春期的大寶劍老師史崔大神的星座終於動畫化 雖然老手的史崔啊 記憶了得啊 但就連新海城監督啊 都感嘆時代變了 早些年的後宮亞莎西色狼福利型的作品呢 如今因為各種SJW 與輿論趨勢啊各種受限 我認為在這種條件下呢 星座的風格都沒有早年初包那樣的大膽且騷包啊 既不是找初包的GPG啊 也不是肉番手選的PASSION ONE啊 而是呢 發力起來總是差那麼點為了connect 好啦 衝著新傳後有白毛俱乳啊 夠不夠打火機啊 到時候演話 1月10日啊 酒保同學不放過我啊 酒保待人 確實還不放過死 存在感極力的男主啊 勸老是啊被班級美少女發現的白內障狗糧翻啊 男女主呢 河西劍無插花折香菜 OK 從今天起你就是1月的獅子接班人了 1月11日啊 大學海的凱納啊 本片的重點宣傳呢 為風之谷中毒的二平敏呢 與神曲的生產技啊 則也紅之 東亞重工要素啊 一分 寬廣遼闊的碩大背景啊 末日感滿滿的廢土舞台啊 二平特色啊 一個都沒有手啊 話說啊 這種為了生存 為了戰鬥 而聯繫兩者生命的故事啊 算不算風之谷版的異度神劍啊 再來是各位最期待的情感動畫部門啊 1月3日啊 不相信人類的冒險者們好下去拯救世界啦 男主之場呢 被誣陷慘遭流放啊 被前女友仙人跳 沉迷偶像善盡家產 最後呢 在酒館的巧遇 跟自己有類似遭遇的三位倒霉鬼 不再相信人類的四人呢 就將一拍集合共族隊伍展開冒險 作品呢 交由腳川旗下動畫畫的新歡啊 Geek Toys負責啊 4月的約戰四啊 品性良好 我認為會是本季情感相對有戲的一部 1月4日 轉身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有前世紀 有百合 有亡女 又有魔法革命啊 今年該有的財富密碼全部到位 我大膽猜測呢 女主千本部才華啊 絕對是腳本家的杜航啊 本人指名的啊 PV品質的目前是 本季情感龍頭基幽谷啊 排擠你的罪犯名單啊 保證不虧啊 1月5日 間諜教室 第32屆的 FANTASIA大獎的大獎 這本季要做真厲害的2021年呢 輪廓部門星座部門第二名 2023則拿下的文库部門第八名 敗家家角所四啊 間諜這兩個詞的搜尋率與辨識度之高啊 俗話說啊 時事照英雄 選在這個時間點 真是太完美了 在腳川式天王下呢 當年可是名列前茅的FANTASIA呢 在不起眼約戰相繼完結後呢 萎靡了許久 不對呢 在找尋新台座之下呢 這回終於輪到了間諜教室 後續呢 還有以宣佈動畫化的戀愛光譜啊 以及話題座的王者的求婚啊 不期眼未婚妻啊 其實是季妹啊 也都暖身中啊 FANTASIA 還真輸出啊 從這次宣發力度來看呢 各角色都一支PV啊 開幕前的宣傳圖又多啊 持有陣容呢 更比照小說發行時的宣傳片啊 看看這特級封面啊 簡直是新生代聲優國家隊啊 因為呢 在原作第一集 有一段敘事的陷阱 如果動畫組呢 能將這段反轉還原呈現的有意思呢 那肯定呢 將是動畫黨的一大話題點 畢竟聲優呢 可是水素奈奈的接班人 啊 我就拖拉到這邊 沒有意外呢 配上你能永遠相信 美少女群像劇 不會砸的費用時呢 本季情改話題霸權 沒有之一 1月5日啊 冰劍的魔術師將要統一世界 動畫世界圖經典POSE啊 小說封面經典建成PACE啊 都回來了 那股點鐘點味都回來了 依稀記得有類似的標題logo 排版作品 但一直直接想不起來啊 動畫公司Cloud Heart 是到底什麼鬼玩意啊 連聽都沒聽過啊 看著PV品質啊 連當年的 一世洞四天王最弱的都打不過啊 快回動畫改編懷抱吧 動畫其實是很危險的啊 1月6日 異世界悠險農家 跟上帝那個假的色胡蘿蔔 愛蔬菜的農民不同啊 這貨啊 是貨真價實啊 從林開始打造的 慢活人生與農業奇幻冒險談啊 劇中的角色眾多啊 且依靠神明肆語的能力啊 可以說是 火力無限 大老婆 二老婆 三老婆 四五六七八 綿延不絕啊 老牌編劇的戴田唐子呢 面對親改動畫 假情就收啊 總監督的 齊藤家子呢 當年武職與棍勇作畫監督啊 雙開猛到一個步行啊 相當看好本作的發揮 1月6日啊 銀沙堂師與黑妖精啊 銀女像傳說王道的幻想情改動畫 由本季三開的爵戲staff 請立超刀 如果你覺得臉很像 哭語公春 不是你的錯覺 人設呢 這是主力哥哥的老婆 范總琴子 一心想成為銀沙堂師的女主安呢 與被女主食役者 不信任人類的妖精互衛夏爾 一場呢 種族立場對立啊 客服重重難關 悲傷卻又熱血的禁忌戀曲 就此展開 原作故事篇幅高達17卷啊 且已經完結虛久啊 我不太理解 假裝選他改編的原因啊 1月6日啊 莫名成為邪龍的 五千歲草獅龍啊 與世無爭 只想平靜過著生活的草獅龍 遇上了中的少女 無奈之下呢 龍哥只好編造謊言 讓少女誤以為自己是邪龍 而展開 征伐魔王軍 Made by Bilibili 老實講呢 只是日文配音版啊 不該列新翻就是 1月6日 反派千金莉杰洛特 與石掛族遠藤同學 及解收員小林同學 兩位同學 有玩英女遊戲時的聲音啊 竟然傳給了遊戲中的王太子 王太子認為這聲音是神域啊 為了拯救無論哪條路線 都將迎來毀滅的反派千金呢 決定用實況解說的方式啊 帶領王太子啊 迴避壞結局的 惡意千金系的幻想愛情故事 1月7日啊 被解雇的黑暗神兵 括號30多歲啊 慢生活的敵人生 哎呦 CV三天組長又來異世界Play啦 被人類軍辭退墮落啊 加入魔王軍我看的多啊 被魔王軍辭退的倒是少見啊 所以最強其實不是組長 是聖琴招待自己留下的春故事吧 看看是誰這麼猛 哎呦 這不是我們的 Elmanga先生嗎 這組合簡直是絕啊 1月7日啊 關於我在無意間 被隔壁的天使 變成廢材這件事啊 你想先聽 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呢 好消息 好消息 傳聯兩界 這本青小說 真厲害 女性角色Top1 連續三屆殺進文庫Top10的熱門座 終於動畫畫 壞消息壞消息 動畫製作Perture Number 9 變劇大隻親一郎 人生野口笑形啊 讓真奏像個殺幽色圍板似的 做的事情從年度還高得嚇人 就好像居文庫去找人時說 啊 我希望做一部跟隔壁那個Sneaker啊 那種感覺的動畫風格啊 大膽預測啊 原作動畫兩檔 外頭打一架先啊 就想 你們就想 不要再打啊 不要再打了 住手 1月7日啊 最強陰陽師的異世界轉生劑啊 又是世俗性魔法世界 又是陰陽師轉生 我還以為是通靈王咧 最強先者轉生 最強陰陽師轉生 何時要來個最強騎神轉生啊 欸 這不是藤原走圍嗎 原來跑來異世界啦 1月7日 為了養老金 去異界存8萬金啊 魚主獲得來回抽插異世界的超能力啊 化身長山趙子龍 奔波兩地 存夠20億的養老金 此前呢 Funa作者呢還有一部 我不是說能力要平均值嗎 就差啊 靠著魔法藥水 動畫化 就完成大滿貫啊 1月9日啊 英雄王為了窮盡舞蹈而轉生 而後轉生為世界最強劍襲騎士 本季的第三部的新傳題材 鬼頭魅力的第五開 建國英雄王 轉生為最強劍襲騎士 老夫的真可愛 騎士版 PV打鬥 沒有一段是完整的 成品呢 大概要讓觀眾笑尿 成為吐槽UP組的養份啊 散哉 散哉 1月10日啊 擁有超長技能的 異世界流量美食家 雖然減少結案 但要維持公司生計 而接下異世界活的 MAPA超刀啊 假設被前年輕召喚俑者的男主呢 擁有固有技能啊 網路超市 一鍵下單 割空取物 在後疫情時代啊 簡直是所有人類 夢寐以求的能力啊 上一個生薑燒肉啊 是Makima小姐的味道啊 這裡呢 則淪為芬莉兒的巡化物啊 還在等啥 趕快打開網路下單起來 為穿越異世界做準備啊 1月14日 受火之王 80年代的精英老人 全明星大集合 這難道就是2022年版的 國家隊陣容嗎 假設在後世界啊 人類為了取得 唯一能安全使用的火呢 魔刀霍霍霍像 連磨塔塔卡伊 押井手的擔任編劇啊 基本可以當作原創作品來看啊 故事題材有意思啊 但老人未能博得年輕人青睞嗎 就算沒有也沒關係嘛 畢竟押井手也說過嘛 我的作品有一萬人觀眾就行啊 最後呢 是遊戲改編三幻神 1月7日 Near Automata Ver 1.1a 2017年問世後席卷全球話題的 角色扮演遊戲的改編動畫 當年為了遊玩啊 我也是慶祝了我當兵的薪水擺下的PS4 並且童年釋出我頻道的代表作啊 帶你全盤了解 Near Automata的上下篇啊 動畫呢 由2022最頂的A1 Picture 輕力超多 遊戲總監的橫偉太郎呢 也將參與劇本統籌 玩過遊戲的都知道啊 Near Automata 那翻轉再翻轉的多層主線呢 動畫會如何增現 令我相當的期待 尤其標題Ver 1.1a的這個A 到底是指遊戲拿A到E的五大路線呢 還是以2B9S A2等人的不同視角代號 這究竟是單次動畫企劃還是長篇企劃 個人覺得啊 潤尼爾的商業價值呢 做長篇啊肯定不虧 一來呢A1名聲更響亮啊 二來呢遊戲在先討論銷售熱潮 三來啊讓角色串廠更多的遊戲合作 簡直是Win Win Win啊 1月8日 英雄傳說 閃之軌跡 北方戰役 日本知名GRPG 閃之軌跡 洗淫動畫畫 故事呢將改編 閃二閃三發生的北方戰役啊 對帝國篇有興趣的 歡迎參考遊戲帝國篇的舞作啊 充滿各類ACG的流行元素啊 社長親兒子的離神 人際第一啊 魅力四射 也是呢 對於新世代玩家最不錯的入坑選擇之一 而對於北方動畫不滿意的呢 官方呢也宣布手遊2023推出啊 雙管齊下 新角色 新原創故事啊 我就問你 法老空會不會輸 1月13日 精靈寶可夢目標是寶可夢大師 你追的大部分興奮介紹UP主 都沒有介紹到為什麼呢 因為他12月16號才公告啊 一三六話旅途撥避呢 寶可夢官方正式宣布 小智及皮卡丘即將畢業 小智的夢想一直是成為寶可夢大師 在旅途奪冠的志爺呢 功成身退 先不論未來在劇場版還是4月新作有沒有細分啊 他的畢業學禮呢 共計全十一話 曾經一起旅行的小霞和小剛 在各地劫勢的寶可夢呢 都將登場 埋了25年伏筆的大筆鳥 該給畫面了吧 OK 那麼以上就是明年1月新翻的全部內容 也是次郎本年度的最後一次片 你說說今年聖誕節為什麼沒有白色香波2啊 那要問Akoro Plus在聖誕節搞了什麼活啊 沒錯 是我大白神誕生之日啊 還跟總田神九終成伴侶啊 豈不是比白雪還要更快樂你說是不 最後預祝各位新年快樂我們2023再見啦 將捏